小時候的理想就是希望可以關心到身邊的每一個人 就算是有點被排擠了 有點邊緣的人都希望可以和他們做朋友 可是自己也會習慣去接近那些比較光鮮亮麗的人 那在相處下來的過程中就會發現 慢慢的無法顧到兩邊的人 就是害怕破壞任不和諧的關係 可是自己又沒有勇氣去跨出一步去跟原本的朋友說明自己的想法 可是到大專營之後就會看到很多對付全郎姐 他們都是很真誠地在關心每一個人 尤其是在晚上星空夜雨的時候 就是帶動大家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很專心地去聆聽大家心裡面的真心話 然後甚至是帶動大家 形成一個互相關心的很溫暖的氛圍 看到他們這樣做就會覺得在大專營遇到了這一群 學當家還有義工就好像是自己的榜樣一樣 然後就會喚起小時候的那個初衷 也給我很大的勇氣 再去關心身邊的每一個人